主席 準備一個麥克風音箱再收音 好 我現在測 講幾句話 大家收音這樣OK嗎 是可以的嗎 會不會太飄或者是回音太多或是 第一個音會不見 有嗎 大家聽一下 還是有一點不見 那如果 不用口說呢 麥克風是 所以發展國會提升我國這題通訊人性 一定便持續推動建設海陸空間 英明通訊網路 講話有嗎 還是有嗎 你看 講話通傳網路防護機域普及通訊寬頻網路建設三大策略 確保我國通訊網路與經濟狀況是仍有可用 且安全之通訊網路 到有發語 OK 再試一次 所以發展部會提升我國整體通訊人性 擬定便持續推動建設海陸空間通訊網路 強化通傳網路防護 及普及通訊寬頻網路建設三大策略 那我主持人應該沒關係吧 我們就進行 大家忍耐一下 好 那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 歡迎大家來到數位發展部 強化國家通訊網路任性方案推動成果記者會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到場長官 首先是我們的數位部唐鳳唐部長 然後第二位是我們的李懷仁李次長 還有我們的任性建設司鄭民宗鄭司長 我們的數位產業署林俊秀林副署長 那我們等一下記者會的流程 會先由任性建設司的鄭司長 為我們做簡報 那簡報完之後 會由唐部長為我們做簡短的致詞 然後再來開放提問環節 那現在就請鄭司長 好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部長 次長 還有我們副署長 我們接下來我們來把這 一年多來這個通訊網路的任性 在部長的領導之下呢 讓也在行政院 國科會 國發會 等等機關的這個協助之下 我們這通訊網路任性 在數位部成立正 這些時間來 做了相關的成果 我待會兒會從三個面向 跟各位媒體朋友做分享 那第一個會針對 我們在以往的通訊的這個 以往之前的機關 增加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增加了什麼工作 第二個 我們在對既有的網路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加強的防護 第三個部分 會針對覆蓋率的加強 又達到了一些什麼的成果 那在這個 在這之前 我還是要 非常的 跟各位科普一下介紹一下說 我們各位平常所在用的網路 我們都知道在 我們 國家有八大規定基礎的測試 而通訊它就像電力 水 油 一樣 它是維生系統 它支撐上面的金融 交通 醫療 所有的 所以我們會說 它是 關鍵中的關鍵 通訊網路 它是 它是一個 infra中的infra 各位都知道 這是 現在其實不是一個維生系統 沒有網路 所有的 剛剛說的金融 交通 醫療等等 沒辦法運轉 所以在這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先介紹一下 現行的網路架構 現行的網路規模 很快的 在這張圖上 圖卡上面可以看到 從最左邊 路上 我們路上有一萬兩千 一千兩百萬新公里 我們都知道台灣 我們繞一圈 只有一千一百公里 各位就可以知道 只有多少的路 光纖網 在綿密的就像沙網一樣 覆蓋在我們 陸地上面 那基地台更是有十一萬台 相關的機房 這有將近一千個 中和的交換機房 這在陸地上面 它提供了你行網的網路 可是它的 它的骨幹的頻寬 就像 這剛剛圖卡的左邊 我會花多點時間介紹 因為這是我後面爆發的機 左邊中間一個藍色 它是一港級的一個 流量 一個速度 讓先各位 指導一下 好 接下來 這些這些話 都要往 很多的巡物 都要往國際 國外去導 去輸送 因為有很多的 現在的 Data 是沒有 界的 所以 海上的通訊 我們國際海浪有四條 這四條國際海浪 八個登陸站 總共 一百零九 Tera 就是 這個圖卡的 裏面 色 很紅色的 它是Tera 持著12次方的一個能量 在做傳遞 那國內的登陸 國內的離島 更是有 將近一個 九個T 九點三九 八個T Tera的能量在做傳輸 各位可以知道 這就有 1000倍的 1000倍的 差距 好 那我們要說 既有的空中 現在是用ST2 中華電信 我們跟新加坡有一個 衛星 它只有 大概20Mb的流量 再做一個備援 那最右邊當然就是我們 回的防護 這我們從105年到108年 治安管理法成立之後呢 發布之後呢 整個通訊網路都在做相關 治安的防護 好 有這個基礎之下 來報告一下 剛剛說的 我們有三個面向 左邊 就是 我們增加了什麼樣的措施 從最上方 一個是 強化 construction 再不管我怎麼樣 加強防護 這下方就是 所謂的 進入 一個數位進入 概念 好 那 各位都知道 我們的 部裡面成立的 給認訊 通訊網路認訊的 想定就是 狀態之下 換句話說 它就是一個 極端 狀況之下 您如何 確保 通訊 能夠 能夠繼續暢通 這裡面 包括 人民的需求 包括救災的需求 甚至包括 國防 國安的需求 所以這張圖卡 就是很快的介紹 應變戰時 我們的計畫叫應變 各位都知道 應變戰時 所以它是一個 幾乎是 想定上面是 建成的式的方式 從最左邊 平常的整備 我們把海嵐 就是 海嵐 如何做強固 海嵐如何做 引力的登陸 類似這樣 當然 這個就是比較機敏 逐漸的 從區域的 遭受破壞 網路遭受破壞 到大規模 到最後網路全斷 之後 我們有幾個 應用的措施 從最左邊 海嵐的 整備 到 災難 賣油的驗證 災難 賣油的 邏輯 是這樣 各位 平常都在用手機 但是往往 基本上 你的網 只能接你自己的本網 那災難賣油的用意 是希望 當重大的災害來 後 你的手機的 SIM卡 即便 不是你的本網 比如說 我是中華 可是我收到 只收到 遠處的網路 一樣可以打 就是一個 ROMING的概念 但是它是一個 災難 發生的時候 特別 緊 就是 強制賣油的概念 那 第二個 當大規模網路 進行中斷的時候 不要進行救災 這個地方 也叫做 PPTR 公共安全 跟救難 應變 這個作業的方式 是這樣 我們透過 也是一樣 三家 進行目前 三大電信的網路 提供 緊銷 在 因為 緊銷 甚至軍 發生它的特定的救難地區 還有它的專用網路 但是 想定 是當那個網路 也遭受回族 之後 我們運用既有的 現在的 行動電話的 我們說 超高速大連結 甚至低延遲的一個特性 來進行救災 這是應對特殊任務 要強調 不是給民眾使用 好 那大家接下來 就耳熟能想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部長 在我們成立的時候 就已經接了 我們有七百 七百個點 所謂的 非同步的衛星 也很高興 跟各位分享 我們即將在今年 我們今年會迎來 我們國家 屬於我們國家 專有的星系 雖然這個星系 是屬於 是用國際的系統 但是它一定是一個 是我們專用的 這個星系 目的是當 大規模 甚至是網路 幾乎全斷的時候 它提供 重要的軍 政府系統 做 做這個 指揮系統的通話 然後甚至做會議 這個可能一時之間 要提供給民眾 這個有點困難 這個先跟這邊做說明 我們再做驗證 那最後 我們希望把 補機吸 補機的雲 因為 大家很習慣用手機 所以手機 的核心 交換機 它很可能 很可能 像海南一樣被摧毀 它的交換機 把它上 這就是我們 第一階段 我們今年 大概在今年 100 去年 112年完成的任務 這邊就是很快的 我們在去年 921 我們跟總統 針對在剛才的沾濫漫游 做展演 那在10月20號 在 跟著消防署 在 南投的訓中 搭配台中 台南消防局 做剛剛所謂的PPTR的演練 下一頁 下一頁我要報告的是 Protection 就是 剛剛說的是一個增加的驗證 接下來我們既有網路 還是要 還是要加強防護 所以 這邊 很簡單的說 這邊有一些數據 各位 媒體朋友就參考 我用概念性的來說 我們在 國主辦 行政院國主辦的 不管是他的行動綱領 還是我們電信管理法 規定之下 我們匡列了 36個關鍵記錄設施 對 我們在第一頁的圖卡 有914個機房 我們匡列其中 36個機房 包括海嵐 衛星 甚至央廣電台 景廣的電台 因為這個在 暫時的時候 它必須要儲存下來 所以這邊要加強防護 36個機房 那有 涉及到 22家 關鍵記錄 提供者 所以這些機房 我們要做 防護計畫 要做演練 那 對 這22家的 因為他們 這36個機房 隸屬於這22家 關鍵記錄設施 提供者 他們要 平常要什麼 他要提供 資安防護計畫 他要做資安的演練 做資安的積合 甚至做資安的驗證 相關的成果 都在我們這個圖卡上面 有一個重點 第三項 我們在 部裡面 也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國家 通訊 網際安全中心 這個地方 我們 平常 要做 對網路做 做 狀況 網路的 這個 應該說 它的服務狀況 跟它的 實體的狀況 做掌握 不是說 不是對內容 做掌握 要強調 那同時呢 它有三系列平臺 在資安上面 有資安的 SIRT SARC 還有這個 CISEC SEC 就在做資安 請貼的分享 我們在去年 一整年 所以 其實24小時 都有網路的攻擊 對我們 通訊的網路 做不斷的 可以說是用機器人的方式 在做攻擊 所以它 一年的 情緒的分享 達到 7 這邊是 7 71萬 7吧 716萬 減716萬 相比 請自分享 這跟我們的 其他八大觀點基礎設施 還有國家 上面的N 都請自分享 這是以關的防護的部分 那最後一塊 下一頁 最後一塊 我們要 還是要報告 這其實是個延續的工作 但是成果也相當的 很相當的不錯 我們都知道整個 剛剛所提到的這些網路 不管是 行網 還是護網 甚至所謂行 它必須再加強 才能讓民眾 更加的盡用 所以普及通訊的 任務 就是一個 數位盡用的概念 在這邊 我們相關的作為 不但把 普及 透過 預算的補助 在去年 增加 透過補助的方式 加速 加量的來建設 1477 1477海 那 更有偏鄉的部分的建設 那偏鄉有 五級的涵蓋 這是 你說 你上山下海 尤其我們 有山屋 在地裏的涵蓋 去加強 我們把九大山屋 八大山屋 做了涵蓋 那整個 這個 112年補助 能夠 在偏鄉部分 有 160 的基站 讓整個涵蓋率達到 76.29 而普及夫的這個固網部分 我們把100枚能夠延伸 到88.41 這是我們去年 非常重要的一個成果 那剛剛我也提到山區 山區更是 我們在救難上面 在救助上面 更是很多 配合 配合 剛剛說的 配合我們 林務局 針對一些沾燈的熱點 128處 那我們蓋了 一個基地台 那甚至 我們在 松羅湖等這些 地方 加開基地台 那這些都涵蓋我們 剛剛說的 我們八大的山物 包括九九 天池 加明 等等山物 那更不要說 在金門 離島地區 我們都知道 去年發生 這個 馬祖 氾濫 的孤島 事件 我們很快的在我們 資源師 透過頻朴的調度 那在 中華電行的協助下 用微波的方式 馬祖的 全化物 進行做備援 全化物 9.5D 噶 做備援 這個是 要可以在這邊做說明的 那當 這個東西 整個通訊網路的任性 沒有 這個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們會不斷地去精進 這樣的一個任務 希望 再透過這個 陸 海空 不過剛剛的 三大面向 去來積極的強化 通訊網路的建設 這樣子 報告 好 謝謝 鄭市長 那我們現在 同仁先把我們畫面 先切回那個 QR code 讓大家可以 有需要提問的 可以掃描 問 那現在我們請 部長幫我們講 什麼 謝謝 市長的簡報 已經講得非常的完整 我想我們在 上一次的記者會 講的是數位信任 那這一次講的是 全民的數位任性 任性指的就是任何時候 受到打擊 不管是網路攻擊 自然災害等等 不但要能夠快速應變 恢復 而且恢復之後 還要比以前更能夠 抵禦 這樣子的攻擊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相當多的這個設計 都是基於我們看到 國際上 碰到的天災 還是其他的緊急狀況 或者我們自己碰到的 不管是斷欄 還是颱風地震 等等的這些事故 那我們都有 超前部署 我確保說 在發生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充足的頻繁 以及不同的多元 一直的通訊方式 來應對 我非常肯定 任性建設司 從就是來了數位部之後 名字變成任性建設司之後 就以建設任性 作為最主要的工作 那不管是我們跟消防署的 災難漫遊 或PPDR 小規模掀起演練 都希望說 在今年接下來 當然最好是不要有颱風 但是如果有的話 可以有所貢獻 那而且我們的中軌衛星 現在也如期如期 絕大部分SES 都已經開通了 就是最後的那個太平島 應該下個月 可以開通 那在oneweb的部分 也是在上半年 可以如期開通 那還請大家繼續支持 謝謝 好 謝謝部長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那個 2A環節 那同仁先幫忙 幫忙把畫面切一下 切到slido 那現在上面已經有很多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就請部長 第一題是思雲慧 就是他這個 就第二代衛星 當然他有第二代的A位 那這個第二代衛星 因為有衛星間通訊 所以他 實際接收的那個位置 跟他A位所在的距離 就可以更長 那第一代的 他們已經基本部署到一個階段 所以目前中華電在爭取的 我們支持他們的 應該是第二代 那細節是不是 我們支持 好 謝謝 我們在我們的 好 這樣說 現在我們的星系 剛剛提到部長 提到oneweb 他是第一代 各位第一代 他其實在空中呢 他們互相不同 他必須靠地面站 那現在地面站在日本 南日本 泰國跟關島 各位這就是 就像一個三角形的斜邊 距離是不是比較遠 所以 我們希望在我們第二代呢 灣衛州有第二代的灰星 他不但在天空可以互聯 而在我們台灣 能夠設地面站 地面站的重要性 就等於像三角形的斜址 就更縮短那個距離 所以地面站的重要性 就好像我們的 我們捷運的轉運站一樣 你上了捷運 你要去 去轉運 你一定要到下一個節點 所以地面站非常的重要 能夠設在我們不管 我們會全力的來支持 我們電信事業去爭取 這個所謂的第二代 這個地面站的設置 第二代的覆蓋跟第一代不一樣 我剛剛說他重點是在於 東西的效率會更高 這個 我重點想這個應該 剛剛市長意思應該是 那個是第二代 但是我想市民問的是 我是第一代 如果是 南日本跟 這個泰國人 已經好了以後 應該就有覆蓋率 台灣 增長台灣的資料的傳統 我看我才不想拍了 我們還要 那我可以再講 再講 那下一個是 日本防松協會 第一個是說 我們目前跟台灣電信業者的 非同步衛星 那就如同我剛才說的 分別是中偉的SES 那絕大部分都已經開通了 那除了太平道 應該下個月之外 那以及 OneWeb 那OneWeb就是在上半年 應該可以開通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目前當然 OneWeb跟中華電 有商用的這個合約嗎 那但是如果發生 重大災害 我們這700個電 會不會說變成 一定要用中華電的 集體台才能夠使用 那如果那個集體台 或者中華電本身 出了狀況的話 能不能漫游等等 是不是 市長來回答 好 星系的部分是這樣 這由中華電信 出面跟 萬惠未來 當然 當然是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們不會只有一個星系 未來 我們會用多元意思的方式 就是有任何其他的星系 我們都歡迎 加入我們台灣 加強他的通訊的任性 所以 那這個跟在地面上的這個網路 就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剛剛說 我們有700個 是作為 清洗下來 就像你的Wi-Fi一樣 有70個 是作為機器台的背後 後傳 也就是說 你手機還是可以用 你手機有時候接Wi-Fi 有時候會用你的自己的網 我們希望這兩個東西 都能夠通過下來 當然初步 我們會 剛剛報告過 我們從 重要的這個 軍政相關的戰情 跟救災來 初步 因為整個流量 在第一代的流量 只有2.2G 全部只有2.2G 如果除以7吧 只有1.2G 所以 這部分 我們是有限的資源 這在技術上 我們會 努力的讓 增加其他的星系 所以我還是要補充一下 就是 非同步衛星 即使存在 食物上 在烏克蘭的 他也不是完全取代 國家 一般民眾消費型 他還是用在軍政 會上 所以這個概念上是說 如果你的問題是問說 如果發生重大災害 其他電視上 廢源 我們 非同步衛星 應變網路 可不可以提供 政府 會使用 但是 那但是並不是可以提供 一般民眾想要 像我看Netflix 不是這個意思 這樣 就是 如果是國內的通訊的話 我們目前是 儘量讓三大公有 都能夠 來 來落地 那樣的話 如果 同學的兩端都在國內的話 他其實用不到 非同步衛星的對外頻 反 但是完全對內的 那我們 越多這樣子的落地 我們就在 緊急的情況的時候 越少佔用對外的頻 那這樣對外的頻 就可以如同磁場 剛才說的 不是留給 需要跟國際的 朋友 來了解我們 實體的狀況 或者是 指揮體系等等 使用 那我們下一題 那我 我現在就把題目念一下 好了 那我們 一電視的 伊德 提問說 對於 有委員 本部推出的這個 一政府專屬 短髮簡訊平台 有 被破解了 是不是有 是有怎麼看 然後對於 委員 對於我們次長 有一些指教 那我們是不是 現在先請 部長說明 來部分 我想那是 委員是一個問句 就像 有看到相當多 型的 都很 關心 就是 想要多了解一下 我們的政策 那我想任何時候 讓我們有機會 做這樣的圖 就是好事 所以我們要不要看一下 我們新作的 這張 請同仁把那個圖 把他放大一點 大家部長可以解釋 放大 把他放全一幕 把他放到全一幕 就放最大 我想 他的 一開始的問題 是說 111 或者是別的短碼 甚至 119 165 等等 那 詐騙集團 有沒有可能傳個簡訊 然後冒充這個號碼 那 事實上 我們是有層層把關的 就是一方面 這個號碼 是在各個電信商 都知道 111 他只能夠透過 我們說一部建制的 這個公用的政府 短碼平台 傳過來的 他採用 111 這個號碼 發送出去 所以首先 他的來源 就已經有 一個把關 那我們自己在 英語和平台的時候 也是確保說 必須要是供應事業 或其他可以用 共同供應契約的 這些單位 包含台水 開店等等 才能夠來使用 所以我們自己這邊 也有把關 那最後就是在 國際的畫物上面 就算其他的國家 是有漫遊過來的 說他也是 他前面一定會有 一個加多少多少 的那個國碼 所以實際傳到這邊 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短碼了 因為再加上 那個加號國碼 等等 他又變長了 所以三碼的 這個意義 基本上是不會 被仿冒 不會被駭客 來 篡改 他的發話方 那至於說 委員也有提到說 那是不是類似 像網址 他放在尾端 那當然就是 如果你傳一個 簡訊 他的發話是 什麼 090000011 之類的 那他後面 三個確實 是一沒有錯了 但是我們在講的是 短碼 就是他的長度 本身是斷 這種標準的 施碼的 這個簡訊 所以大家 透過這樣的機會 還是要大家 提醒大家 就當然不是說 他結尾是 一就是政府發的 而是說他整個是短碼 是一就是政府發的 要避免說明 讓我們還要補充 那個 既然題目裡面 我就說打瞌睡 我還是要承認一下 不管是那一天 今天 或者是前天 我都沒有打瞌睡 眼睛小 不能打瞌睡 化妝 好 第二個 其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我稍微補充部長說了一下 其實大家如果看到這個流程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 走政府機關的話 因為他 其實政府機關是把 他要發放的對象 跟他要發放的內容 傳到這個簡訊 這個簡訊平台 經過加密之後 會再傳給電信業者 再到電信業者之後 才會冠上11這個檢查 那所以 按照這個邏輯 不管 沒有 就是不管境內 或境外 任何一個人要想仿茂的時候 他把他的訊息 也是要過電信業者 這個時候電信業者 只要確定他不是來自 蘇惟部的111 就不會讓他使用這個111 即使他的來源 即使他們 很厲害的 從他來源端就設定了 那個電信業 因為 在國內的簡訊 一定要經過三大電信業者 他們也會把它擋下來 所以這是我們說 為什麼不會被仿茂的原因 這也是問 這個也是後面有一個問題 是說 大家如果 如果簡訊會被 如果這個短碼會被仿茂 大家可能早就看過110 被仿茂或119 大家應該沒有看過10 被仿茂 或119被仿茂 這就是短碼簡訊 不會被仿茂的原因 大概補充 好 謝謝部長跟次長 那我們在下一題 麻煩把畫面 丟回slide 那我們下一題 下一題是TVBS的 劉婷婷記者 詢問說 關於這個方案 是否會納入今年漢光的 時兵驗證 有沒有跟國防部討論過 那第二題是 OneWeb何時會上路 今年萬安演習 會被能測試 我想不管是 我們的挑選 國際上面包含OneWeb 或SDS 或者是在國內 其他一點要怎麼固執等等 這我們都持續的 跟國防 一些有所討論 這個是 在一開始規劃的時候 我們在剛剛講到 颱風地震等等 這個當然我們 做應變的準備 但是其實就是在 那但是其實就是在更加 是國防等級的災難的時候 他們會需要多少點 會需要多少貧困等等 這個我想任性 都持續在討論 這種 那OneWeb的部分 但我們就是剛才有提到的 上半年可以上路 但是那沒有 基本上 剛剛就像剛剛次長說的 我們 各期買個衛星 有 配置給國防單位 那至於要不要納入 相關的演習呢 我們會跟他們在做密切的討論 因為 演練 絕對是最重要的 就 只有 透過 我們說 這個 演習 其實就像暫時一樣 這部分 我們會 去跟國防 討論 那我們現在進入下一題 自由時報的子林有提問說 關於短網子服務 已經被詐騙集團破解 還有委員 這個一一簡訊平台 也遭到尾茂 那簡訊平台部分 因為剛才已經說明 這樣 可以嗎 我們就 請部長先講短網子 問好不好 那立委質疑那個後面也是問 好了 就是問說有沒有被破解 那沒有 沒有被詐騙集團破解 那就如同 剛剛講到的 就是09000001 後面雖然是1 但是當然跟短碼的1 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這個 GOV.TW 這個短網址 大家看到那個網址 一定就是 HTPS 然後兩個斜線後面就是 GOV.TW 然後再一個斜線 然後再短碼的3碼 所以 他在第一段 就是 第一個斜線左邊 GOV.TW 就這一段 才是我們這個短碼 就是短網址 那當然就是 他也可以有一個很長的網址 P.LY 一些些什麼 那對 最後再加個GOV.TW 那那個當然 不是我們所發的這個短網址 那這個並不能說 短網址遭到 詐騙集團破解 應該是說 就像大家要 剛剛要請大家宣傳說 1 它是整個是短碼 不是說後面是1 也算是短碼 就是這樣子 所以同樣的 就是我們的短網址 GOV.TW 它是在網域的第一段 並不是說 他網域已經好幾段了 最後再加上個 問號 GOV.TW 那個也算我們發的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大家 這個施詐的一部分了 我想在這方面 就是內政部 分數 以及所有 大家國家隊 都花了相當多的 心力在施詐上面 那就是透過一次一次 這樣子施詐的宣導 讓大家知道說 詐騙集團所用的 這些法 E也好 GOV.TW也好 放到最後面的這個伎倆 跟我們 就是整個短碼 或者GOV.TW 是這個網域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請大家 分享給大家 我們進入下一題 那也是自由時報指定的 提問 就提到 部長 我們說一部在YouTube 有開一個免費課程 主題是跟AI有關 那想請部長介紹 這門課的課程 跟開課目的 是 因為我自己是國中 二年級就自學了 所以我覺得他部分的 知識來源 都是從網路上面來的 所以只要有機會 當然就很願意 貢獻回網路社群 所以我就跟 書產書的 部長 錄製了這個叫 全民AI同事課 它算是一種科普 所以大家可能會聽到一些 像什麼是預訓練啊 什麼是微調啊 什麼是對齊啊 等等 就聽起來就很 很玄的一些名字 但是其實這些原理 是非常簡單 所以很希望說 大家就花個幾分鐘 稍微看完之後 就知道這些 聽起來像很玄的名字 到底是什麼意思 而且鄧雄老師說 自己也可以參與 那我們在整個 就是書衛部的規劃裡面 其實剛剛講那個 全民 書衛任性的全民 就是希望說 每個人都瞭解 AI到底是怎麼樣子 運作的 而且呢在發聲 像AI做來做身衛影響啊 或者就來做什麼冒充 迷人廣告啊 是上次幾次的主題等等 大家都可以 瞭解它的原理 很容易識破它之後 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朝向 跟安全的方向來發展了 那我們也會持續 透過公民審議的方式 這個我們在課程裡面 也要提到 一起邀請大家 來告訴我們 告訴大型平台說 那AI這樣用是可以的 那樣用就是不可以的 或者要怎麼樣子來防止 AI造成的危害等等 那就很歡迎大家聽課程 課程裡面都有 謝謝 好我們進入下一題 是Digitize 謝程學記者的提問 在非同步衛星合作計畫中 除了已經確定合作的中軌 軌道業者以外 還有哪一些業者 是潛在合作對象 或是已經在洽談中 我想我們不會獨厚特定業者 我們現在用SES 跟OneWeb 當然是因為它可以製造 提供服務 但是任何時候 只要能夠提供服務 而且也符合我們今天 自然國安的要求 那TTC 就會立刻去蘋果 那這部分是不是 要補充 這就是標準的收藏 OK好謝謝 下一題是中央社思雲的提問 部長提到電子簽章法修法 數位網路平臺刊登投資廣告 可以驗證數位簽章 那如果刊登者 透過境外刊登詐騙廣 應該是廣告 那目前可以管得到嗎 還是需要搭配修法 部長說明 一樣是可以管得到的 如果 還不知道我如果人在境外 但是我有國內的這個 和自然人品證 那我當然從境外就用 自然品證簽了 那就可以等廣告了 對 只要是我國 能夠做數位簽章的人 他仍在境外 當然是可以等廣告 那如果沒有我國的 這個數位簽章的話 他當然兩個方式嘛 一個是說他 自己來申請 因為外國人如果他有拘留權 也可以申請 我們的自然品證 包含行動自然品證 那又或者是說 他找到一個有本國 數位簽章的人 來代表他 當然也要 當然也要這個 承受相應的這個 法律責任 然後幫他做了數位簽章之後 就登這個廣告 那不過 當然大家也會問說 那如果是其他國家 而且我們雙方 彼此互行 互通互認 認彼此的數位簽章 那有沒有可能說 國外的某個人 他直接用他國外 發的那個數位簽章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新的 電子簽章法裡面 希望再可以散讀的 版本裡面 只有講的 只要安全的程度相當 然後也能夠在技術上面 對接 或者透過國際交易 互惠 那只要就是 安全相當是必要的 剛剛講的 國際互惠 那跟技術對接兩個 有其中之一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 開始去認取 國外的這些數位簽章 那像舉例來說 技術對接 美國的國家標準 技術研究員 NIST 院長 就是Dr. Loccasio 也是他們的 商務部副部長 之前就來 訪過我們 那我們就有討論過 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會很快 去回訪 NIST 去討論說 我們在技術對接上面 怎麼樣儘快來達成 這樣子就可以驗證 境外的人 透過境外的 數位簽章 來對台灣投放廣告的 這個真實性 也可以互相確認 彼此的法律效力 那當然大家就會問說 是不是國外 跟我們申請 我們就一定得認 不是這樣子的 在一些 詐騙比較猖獗 或他的數位簽章 發的比較 自由的一些 這個地區 那我們不一定要 這個裁認 對方的數位簽章 那樣的話 他當然就不用 還有他那邊的 數位簽章 在台灣看的廣告 我們接下來 下一題之前 先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記者會本來是 表定11點結束 那現在已經超過時間 那我們 就盡量把這個 slide上的問題 回答完 然後再結束記者會 那好 下一題是自由亞洲的提問 說 提到說 美國 英國 紐西蘭 都先後受到 與中國政府有關 駭客組織網路攻擊 然後再來就是 瑞典 哥德堡大學 發佈的最新研究報告 指出 台灣是全球 受境外假訊息影響 最嚴重國家 而且已經纏聯十年幫手 那請問台灣 是否也受到 同一組織威脅 與相關國家 是否有橫向聯繫 我想 當然是有 橫向聯繫 那之前我們透過 像Code這樣子的 士兵演練 工坊演練 我們邀請這個18個 不同的國家的好手 就來台灣 一起來進行 聯方的這個模擬 那這個就是 很具體的 面對可能的威脅 那我們就 把我們的同胞的制度 把應變的制度 等等 跟國際 密切的聯方 我想這部分 都是密切聯方 當中 那當然 按照這個VDEM 我們近十年來 都是這個 境外訊息 造縱 最烈的 這個地方 那但是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指出 就是每次有這樣子 境外的訊息操縱 那其實我們在台灣這邊 我們 的心防 也就越來越強 也就是說 在其他的國家 這樣子的境外操縱 會導致 黨派 這個分化 兩棲化 或者其他的這種 在線上 大家彼此 越來越 惡性 越來越重大 就是越來越 彼此攻擊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因為我們很明確地 就知道說 這個是 這個境外體的 資歷在操縱 所以因為這樣子 關係 反而我們這邊 不管是 就是任何一個黨派 或者沒有黨派的朋友 有這樣的情況 發生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互信 反而增強 這樣 我們下一題是工商時報的 月華 提問 想請問下個月 太平島開通 衛星通訊的意義 有什麼效益 以及oneweb在日本 泰國 目前這個gateway 訊號開通進度 對 當然 目前太平島是有同步衛星 但是他所能夠提供的頻寬 只有我們中軌 衛星的五分之一左右 那意思就是說 只能做就是 最必要的通訊來使用 大概比較不容易 透過像 愛台灣Wi-Fi 等等的這種方式 分享給 就是其他 除了就是要請 之外的運用 那至於其他的 就是我們在上半年 開通的緊度 我目前收到 就是說上半年會開通 但不知道 實際上有沒有 像第一個太平島的意義 我想 部長已經說了 我們有增加 五倍的這個環 那 表示說我們在我們的 國土上面 不是 不只是有形的 在無形的這個 通訊的任性上面 我們加 加了五倍的能量上去 那 oneweb在日本 跟泰國提供 剛剛我們說的 我們非常樂觀的 在今年上半年 六月以前 希望能夠有開始測試 涵蓋都有了 就是剛剛說的 這地面站 日本跟泰國地面站 能夠啟動 那我 這部分下面一題 也是類似 我覺得 就一定很偉大 關於就是剛剛 太平島的部分 那 這下一題有提到 因為去提到 我們離島 離島的部分 各位 我們剛剛的報告說的 海南是最重要的 海南的頻繁 都是一個 將近TERRA級的一個頻繁 所以 金門 馬祖 甚至澎湖 我們不但 不但強化 這個 海南的建設 這邊提到 台馬4號 我們部裡面 也透過補助的方式 加速 這個 這個 馬祖 台馬4號的監製 因為已經有 2號 3號 我們希望 再多一個備員 時間上 看能不能提早到 114年 看有沒有一個 基本的 完工 蘇布的完工 這部分 這由中華年輕人 檢視 那其實金門 都有微波 金門 澎湖 馬祖 都有微波 只要有制高點 因為它 只要直線 能夠 答 我們都可以用微波來 不斷說 擴充 我們 維持 去來進行 今天的問題就已經全部回答完畢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那如果有需要記者會資料的 可以 直接掃描QR Code 裡面有新聞稿跟 那個簡報 好 那部長 好 謝謝 那我們就下次例行記者會見 這次就是叫做例行記者會 謝謝 我們希望儘量可以兩個禮拜左右 開一次會 為大家說明一下我們 政策進度 那時間確定了 會再通知大家